本课程由量子大学出品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成功人士的时间安排是什么呀 成功人士的时间安排是60%到80%的时间是在第二项线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提前的做好准备 提前的做好规划 提前的做好培训 提前的做好安排 就可能非常明显的去减少我们在第一项线的处理着急的工作 同时呢 你会发现成功人士在第三项线第四项线的时间用的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怎么来避免一些干扰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要是第一呢 是我们一直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看看说 那么又重要又紧急的事情淡定从容 那么第二项线的事情呢 压力山大 虽然压力山大 但是我们要这个竭尽全力啊 立刻去做 那么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些杀手 这个浪费生命啊 这个些事情呢 我们尽可能去减少 所以这个年轻人啊 我们很多这个我们90后打游戏啊 大家算不算过自己在游戏上的时间啊 如果算过的话 其实我们有这个很多这个我们就这个95后啊 我们这个新生代的员工啊 大家仔细看看自己这个每天打游戏的时间有的时候在五六个小时左右 所以那么在大学的时候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啊 如果说这个这个到了职场上班以后还这样子打游戏的话 那其实身体是吃不消的啊 晚上太累了白天呢其实就会精力就会下降 啊 所以很多女生有没有想过自己在淘宝上购物上的时间 在淘宝啊 唯品会上啊 等等在逛的时间啊 有没有同学来算算自己每天刷抖音的时间啊 一算算这个我们用这个时间管理大师刘逼歇夫的方法 每隔五分钟来记录一下你在干什么 你就会发现自己很多很多的时间浪费在了一些对自己生命质量没有提高的因素上 啊 所以他适当的休闲 适当的缓解压力是没问题的 但是有那些时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做一些对自己来讲更有意义的事情呢 啊 啊 怎么样去提升职场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啊 有几个方面的这个技巧啊 第一个叫专注啊 叫保持最佳的状态 专心专注啊 最佳的状态是说我们这个这个有些时候工作的这个质量呢 其实是跟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很大关系的 如果大家有营销的经验的话 你尝试一下啊 把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调整到最好 就自己心情最好的一个时间段 这个给客户打电话 你先试一下啊 肯定是比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电话质量要高很多 所以我很多这个有些客户是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啊 所以有的时候还找我说 石老师说那个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跟你在一起 我是觉得那个每次啊 跟你这个沟通都非常的愉快啊 所以每次给你打个电话就觉得这个整个心情都特别好啊 所以人的声音也可以传递我们自己的能量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啊 如果有给自己的父母打电话的时间啊 如果在大学的时候说哎呀妈妈或者现在怎么样 你的妈妈会立马问你说这个宝贝你最近怎么了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所以时间呢 并不是说不见面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你 而是说我们尽可能的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那么去做